今天的Tin奥点降路专题报导 除了带您一起来认识空手道的夺牌主力 也要来看看科技让训练更有效率 像是Tin奥保龄球和空手道的选手 就和台北市立大学的运动能力分析实验室一起合作 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 帮助教练从不同的面向来了解选手 制定培训计划 外表斯文的邱一号 一练空手道就变得杀气十足 他是这次空手道的主力 四年前第一次参加索菲亚天奥拿下铜牌 精益求精追求更好的成绩 四年来持续的练习 现在不管在体能或心态上都更成熟 速度更快 然后结调也更好 然后力量也更大 跟秋一号对打 戴着蓝色拳击手套的矢履精锋 从2008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 2009台北天奥拿下金牌 2013索菲亚天奥拿下银牌 参赛经验丰富 选手生涯最后一亿 希望摘下奖牌 送给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 她开工程达 她开工程达 到半分之后 她开工程达 给她开工程达 去 女儿 在金牌 火山 在疫情 是 这 另外兩位選手 林文芳與高文富 則是把重點放在行這個項目 比賽前的集訓 要知道練習有沒有效率 教練借助科學分析 一清二楚 這天選手們來到運動能力分析實驗室 要看看一個月來的訓練成效 由於教練莊玉豪 本身就是台北起衝學校的老師 手語流暢 能夠幫助選手即時翻譯 看到亮燈後出拳 可以測出選手神經反應時間 和動作的反應快慢 T字形折翻跑 可以測驗選手的敏捷度 我們要測兩部分 一個是一般體能 一個競技體能 那在教練在下訓練課表的時候 會想要知道說 一號選手他的哪邊是好 哪邊是不好 我也很在乎的就是我們運動員其實在場上 其實是一個會瞬間很疲勞的一個過程 那他們恢復的這個部分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 那其實恢復的部分看起來比上次好多了 那表示他們的飲食跟他們的休息是足夠的 科技進步讓運動員的訓練更科學化 幫助選手和教練備戰聽奧有更明確的訓練目標 記者歸軍 邱福財 台北報導 記者歸軍 邱福財 台北報導